泽连斯基承认 据得新社基辅消息 当地时间8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 特鲁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乌克兰不可能用军事手段解放 被俄罗斯军队控制的东南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 因为乌克兰没有足够的重型武器 泽连斯基承认 目前仍在被俄军围困的亚素钢铁厂内的乌克兰士兵 已经很难撤离 他说 显然俄军官兵、俄联邦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 都不想让我们的士兵离开 报道说 马里乌波尔大部分地区已经处于俄军的实际控制之下 俄乌双方都已证实 上周末最后一批被困平民从亚素钢铁厂撤离